不带衣服也不带求生装备的荒野求生你见过吗 陌生那女组队在野外生存三周 每人就能获得5万马内的奖励 本次的挑战地点设定在巴西贾拉波地区 这个鬼地方释出了名的干燥 年降水量不超过5毫米 前男选手鲁蛋是一位渔民 性格老是为人憨厚 生存技能略懂那么一丢丢 女选手如花是一名职业车魔 参加这个挑战 她就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至于那十万马内根本不在她的考虑范围 如花对队友的容貌充满了好奇 别看鲁蛋上了一把岁数 她是典型的人老心浪漫 见面前还特意摘了一朵野生的小草 虽然小草不值钱 但坏消息是附近可能有大花猫出没 地表的气温高达50度 这对于稿子和嘎嘎将是一场严酷的考验 翠花一马当先冲在前面开刀 此时她只想快点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以防晚上要消耗体力 卤蛋是走一路吃一路 在高温暴晒了几小时 如花的小脸蛋烤得乌七马黑的 嗓子也干得起了烟 好不容易在附近发现了一处河床 不料里面一滴水都没有 想要不被渴死 还得到其他地方去找水 没有花露水和风油精止痒 卤蛋连忙抹了两大口吐沫 瞬间如花就感到凉嗖嗖的 夜幕降临 两人刚准备玩会扑克休息 突然卤蛋急得像热锅的蚂蚁 只能偷偷摸摸的躲嘎拉里自我安慰 夜间 先把稿子洗干净了随时待命 正午的太阳变得越来越毒辣 如花热得满头大汗 以防中暑倒下他得赶紧歇会 刚坐在地上屁股还没捂得热 一群公蚊子又袭击了他 卤蛋看着眼里痛在心里 夜幕降临 如花趴在地上怎么都无法入睡 浑身上下又痛又痒 趁着摄影师不再卤蛋放了个大招 如花这才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 转眼间已经到了第四天 食物匮乏加上身心疲惫 如花整个人的精神气质完全下降了 作为男子汉大丈夫 卤蛋决定主动出击找点吃的 如花左盼右盼 等到了尚无死活不见队友的踪影 实在是坐不住了 一气之下他也出了门 好不容易发现了一颗仙人杖 刚准备伸手去挖起来 不料停 卤蛋鞋子都跑丢了 连忙接了一波水 一波简易的物理降温 似乎毫无效果 无奈之下他呼叫了救援队 玩归玩闹归闹 队友的小命比啥都重要 犹豫了几秒如花决定放弃挑战 倒不是他不想坚持下去 主要这两天亲戚来了 他怕影响到卤蛋的情绪 所以做了这个明智的选择 队友的离开让卤蛋感到很失落 夜间窝棚里瞬间没有了温度 但想到那是外马内的奖励 是死他都要撑到决赛圈 找不到食物补充卡路里 早餐只能继续喝水冲击 此时此刻卤蛋的脑海里有了新想法 在沙滩上找了一块空地 卤蛋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 但坏消息是附近的牛蒙和蚊子成了灾 短短的一球浑身上下都有几百个疙瘩 即便如此但他毫无放弃的念头 连续几十顿没有补充到卡路里 卤蛋的脑海里有了打猎的念头 忙活了一下午结果却一无所获 晚上只能继续开启被动技能 隔日不老早 附近的资源实在少得可怜 他决定出趟远门探索一下 走着走着地面上出现一排儿鸟的爪印 据说这种鸟的个头仅次于鸵鸟 只要被他的爪印刮蹭到一下 后果不堪设想 此地不宜久留还是赶紧离开为庙 天无绝人之路跋涉了大半天 终于发现了美食 口感远远超出了预料 卡路里是红薯的十倍的饱餐了一顿 卤蛋趴在地上就睡了过去 找到了食物补给 再坚持五天应该不成问题 早餐熬了一大锅仙人掌顿踪履薪 卤蛋连忙缩了两大口 整个人的气质立马提升了 兴奋之下他忍不住发出了给给给 在这种环境下求生 千万不能让体内脱水 否则很有可能隔屁 收集材料的路上 卤蛋又有了意外的收获 不过这野果子的味道好像有点色 生吃不行那就打包回去加工一下 简单的放在火上烤了几分钟 口感似乎并没有那么难吃 可能是野果子吃的太多 没过多久卤蛋的胃就有了反应 整个 到了晚上病情变得越来越重 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无奈之下他呼叫了救援队 出于安全考虑必须退出比赛 虽然内心是一百万个不情愿 但此时已别无选择了